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云量偏多 天气也比较凉 气象局也针对全台18线市 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提醒要到海边活动的朋友 也要特别注意了 一块来关心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部地区 双北市降雨几率30% 高温24度 基隆也有下短暂雨的机会 气温23度左右 桃园 新竹跟苗栗 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高温大约在24到26度 中部地区 各地是多云稻晴 台中 彰化跟南投 气温24度到28度左右 云林加益气温24度到27度 往南走 南部地区 各地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形态 特别在屏东 降雨几率有50% 屏东高温27度 而台南跟高雄 高温28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 各地降雨几率30% 台东降雨几率更高 达到80% 台东气温24度到26度 滑岛地区 各地天气稳定 沿江 金门跟澎湖 都是多云稻晴 澎湖的气温23度到26度 进行 Highway 金门的地区 差点之路 全体的高温 工程中 白兰湖